深情暗恋,第一级,魏英生病了,一种怪病,全身发痒,痒得他夜不能寐,寝食难安。 奇怪的是,他表明看起来没有一丝异常,这让医中圣守温情也是一筹莫展。 温情,你可是云深不知处最好的医师了,要是连你都看不出病症,我恐怕只有英年早逝了。 若非魏英与温情一早相识,他还不敢随便求医。 来兰氏听学前,魏英完事不公,无法无天的声明已然在外。 宜灵魏是虽与姑苏兰氏交好,但若是让兰老先生以为他是为了躲避听学故意作妖,魏英岂不是小命休矣? 想想那三千条兰氏家规,魏英觉得还是私下解决此事便好。 信而温情深在云深不知处,他与魏英可是过了命的交情,定会想方设法医治好魏英,还会帮他保守秘密。 魏英,这两日我翻遍了医书,没有查到相关的病例。 眼下你只能想办法自救,至于彻底根除病症,我再想想办法。 自救?我又不是大夫。 魏英瞪大了眼睛,满心绝望,他可是将温情视作救命稻草的,现在居然让魏英自救吗? 该怎么救? 魏英一筹莫斩压,身体气氧无比跟环境不无关系,依我之见你,可以回想一下,可有什么时候又或者何种情况下症状减轻吗? 症状减轻,这还真有,鹅兰战,好像我离他近上一些,就没那么痒了。 温情一脸怪异地看向魏英,好像看傻子一般。 魏英,你该不是魔争了吧?难道熬了几天几夜无法入眠,人给熬傻了? 性命攸关之事,我很认真的魏英一改完事不恭的笑容,一脸正色道。 温情见魏英如此肃穆的神情,思虑半晌后给出了建议,你在世上一世,故意跟在蓝望鸡身边,观察症状会否缓解。 若是有用的话,温情想想那场景就觉得一身胆寒,以至于话未说完就愣了神。 魏英缠着蓝望鸡吗?云深不知处理最不守规矩的人守在长伐身边。 即便止了痒,那家规也够喝一壶了。 若是有用的话,在我想出办法之前,你就是死缠烂打也要待在蓝望鸡身边。 呵呵,死缠烂打蓝望鸡吗? 魏英若非熬了几天几夜未曾合眼,当真以为他犹在梦中。 苦恼,魏英非常的苦恼。 试了两天下来,蓝望鸡真是他的救命稻草。 尤其跟在蓝望鸡身边越久,他的症状越轻。 若是能死缠烂打上一个时辰,魏英身上的起氧竟会奇迹般地消失了。 令魏英苦恼的是一旦离开蓝望鸡身边,身上立刻起氧无比。 但他也不能整日缠着蓝望鸡啊。 想想这两日跟蓝望鸡相处的情景,魏英冷汗直流。 第一日,魏英故意将别人代抄的家规交到蓝望鸡面前。 如魏英所料,蓝望鸡发现家规并非出自魏英手笔,亲自监督他抄写家规。 第二日,魏英故意前往藏书阁在蓝望鸡身边打转。 本就因身上的养症夜不能寐,有蓝望鸡在旁身上的起氧自然消失无踪,魏英抵不住困意呼呼大睡了一觉。 可惜这一回魏英睡得口水直流,竟将好好的骨鸡毁去了一夜。 这骨鸡竟还是孤本,闯下大祸的魏英又被罚了五十遍礼责偏。 明明诱识的蓝望鸡对魏英还是十分纵容的。 可是近两年,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越发与魏英不对盘。 魏英哪里知道这已经是蓝望鸡手下留情了,毁坏骨鸡,按照蓝氏家规那是要加罚一百行账的。 魏英深觉要另寻办法缠着蓝望鸡,一直被罚超家规也不是长久之计呢。 蓝湛蓝湛,我又来找你了。 魏英决定改变策略,那三千家规在云深不知处生效。 可若是离开了云深不知处呢,总不能做数了吧。 蓝老先生前往金灵台赴宴,最早也要三日后方规。 这几日,魏英要想办法将蓝望鸡拐出去,免得他一天到晚罚超个不停。 你又有何事? 看到魏英,蓝望鸡强行压下欢呼雀跃的心情,略带紧张的询问。 也不怪乎蓝望鸡失了往日的淡定,实在是魏英这两日反常得很。 以往明明对蓝望鸡避之唯恐不及,这两日竟是一直往他身边凑了。 蓝湛,我们去用彩衣镇玩吧,你做我的向导怎么样? 魏英这个理由找得合乎情理,却又十分随意。 蓝望鸡不常下山,论起对彩衣镇的了解大概还比不上魏英。 你和我吗? 蓝望鸡惊喜又意外,甚至以为他听错了魏英的意思。 你是说只有我们两个人去彩衣镇? 往常魏英不是喜欢和江城或者聂怀桑玩在一起吗? 尽管蓝望鸡也想陪在魏英身边,可是只要他在场,大家总是束手束脚地玩不痛快。 蓝望鸡不想扫了魏英的兴致,干脆躲得远远的。 久而久之,他很久不向蓝望鸡发出邀请了。 魏英看蓝望鸡吃惊的反应,以为他想要拒绝,连忙道, 蓝战,你不会还在为古籍的事情生气吧? 我今天特地撇下聂怀桑他们陪你去采医镇,你真的不去。 魏英感叹果然还得在蓝望鸡身边,这说话的功夫身上已经不那么痒了。 默默祈祷着蓝望鸡千万不要拒绝他,魏英已被那养症折磨得身心俱疲了。 去受宠若惊的蓝望鸡果断硬下,生怕魏英反悔。 英生后,蓝望鸡意识到他的反应似乎大了些。 生怕魏英发现他那隐秘的心思,蓝望鸡一本正色道, 我是该尽一尽地主之意。 还有古籍的事情我没有生气。 蓝望鸡怎会舍得生魏英的气,明明喜欢还来不及。 可惜这几年,魏英对蓝望鸡越发地疏远了。 明明而实,他二人还是很亲近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疏离的呢? 大概是魏英认识了江家姐弟之后吧, 还有这次听学他又结识了聂怀桑。 魏英认识的人越多,蓝望鸡陪伴他的机会就越少。 今日终于能两个人单独相处,蓝望鸡定要好好珍惜。 蓝战,我这两日熬夜抄家归颇感疲累,不如你带我遇见。 魏英今日又有了新的发现,似乎他跟蓝望鸡的距离越近, 他的养症消失得越快。 两个大男人也没什么机会亲密接触。 大概也只有一起遇见,他才能光明正大的靠近蓝望鸡吧。 魏英心中默念,一定要答应,一定要答应。 好,魏英惊异地看向蓝望鸡,居然答应了吗? 他刚刚的提议也就是试探一下,蓝望鸡不惜与人碰触, 魏英没指望他答应的。 谢谢你啊,蓝战。 不必。 蓝望鸡刚刚柔和下的脸再次紧绷了起来, 他不喜欢魏英跟他客气。 照出碧尘,蓝望鸡道,上来吧,魏英。 伸出一只手给魏英,蓝望鸡不免红了耳朵, 也不知道这个动作会不会刻意了些, 可是他想这么做已经很久了呢。 担心魏英不肯牵他的手, 蓝望鸡忐忑之余又故作镇定。 幸而魏英连犹豫也不曾有, 拉上蓝望鸡的手借着巧劲跳上了壁城。 走吧,蓝战。 在与蓝望鸡碰触的那一刻, 魏英身上的奇痒消失了, 这回可没到一个时辰。 若是魏英跟蓝望鸡相处得时间久一些, 难道他就能彻底痊愈了? 或许有了根除奇痒之症的方法, 魏英心情大好, 连带着语气也轻快了几分。 蓝战,飞得快一些,再快一些。 魏英明媚的笑容和轻快的语气 将蓝望鸡也感染到了。 嘴角微微抬起, 他看着魏英满是温柔。 可惜魏英背对着蓝望鸡, 看不到他眼神中满满的情意。 魏英,你怎么了? 自从来到彩衣镇, 魏英就变了父母样。 明明刚才性质高昂,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沉默不语了呢? 蓝望鸡思量再三, 莫非魏英嫌他无趣吗? 果然魏英与他在一处是不开心的, 蓝望鸡心中苦涩之鱼开口道, 你若是觉得无聊, 我们还是回去。 不用不用。 魏英摆了白手连忙拒绝, 他才不要回去呢。 回了云深不知处, 他怎么守在蓝望鸡身边呢? 蓝战, 我们去那边逛一逛吧。 魏英随手指了个方向, 抬脚走了过去。 这会儿, 魏英的确性质不高, 因为从避沉上下来以后, 他居然又开始痒了。 虽然不太严重, 可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 明明蓝望鸡就在身边, 身上的起痒之症怎么就复发了呢? 难道是他的症状加重了? 若是需要跟蓝望鸡 如刚才遇见一般亲密接触才能止痒, 该如何是好? 魏英当真担心若是死皮赖脸地抱着蓝望鸡, 恐怕会被避沉砍了去。 魏英, 你真的没事吗? 蓝望鸡觉得魏英很不对劲, 心情低沉不说, 身上的小动作也是不断。 魏英, 你可是身体哪里痒吗? 魏英原本走在蓝望鸡身前半步, 听到他的话后猛然转身, 你怎么知道的? 呃, 不难看出来好吗? 魏英的反应好像大了些, 应当是太过难受之固吧。 不如我帮你。 蓝望鸡试探地问道, 替人挠痒固然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却是要有身体接触的, 也不知道魏英界不介意。 岂料蓝望鸡的话让魏英眼前一亮。 好啊好啊, 辛苦你了蓝战。 蓝望鸡替他挠痒吗? 那岂不是意味着蓝望鸡的手会触碰到他? 这等亲密程度应当足以止痒了吧? 蓝战, 好舒服呀。 寻了尖客战, 魏英宽衣解带只剩下礼衣, 而后让蓝望鸡替他挠背? 没办法, 只有这个部位魏英可以推说够不到, 否则何须假手于人呢? 如魏英推测的那般, 蓝望鸡的指尖刚刚触碰到他, 身上的痒液顿时全无。 魏英想让蓝望鸡替他多挠上一刻, 否则怎么再找借口让他二人亲密接触呢? 魏英, 好好了吗? 蓝望鸡眼见魏英支撑着单薄的礼衣趴在床上, 嘴里还不停地发出满足的溃谈, 这让人心圆意马的场景, 令蓝望鸡甚是无措, 那可是魏英啊, 令他肖想了多年的人, 若非蓝望鸡定力甚佳, 只怕早就忍不住心中的, 妄念了。 蓝战, 我还没好, 你累了吗? 要不然休息会儿, 再继续, 魏英可舍不得停下来, 这会儿他正舒服地想要, 昏昏欲睡, 实在太需要蓝望鸡了, 考虑到人家已经事后他整整一刻钟的光景, 想, 蓝手也要酸了吧。 深情暗恋, 第二集, 魏英记的蓝望鸡以前对他很是纵容, 也就是掌, 大之后做了蓝家的掌法, 才变得刻板无趣。 我不累的, 可以继续。 蓝望鸡舍不得那如绸缎, 一般的肌肤, 娇嫩丝滑, 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下手太重弄疼了魏英, 虽然看不到里面, 可是他挠痒挠了这么久, 一定是红了的。 蓝战, 你还是休息会儿的好, 我这会儿没事儿。 魏英要的可不是一锤子买买, 细水长流方围上, 侧, 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喝。 蓝望鸡依依依不舍地收回, 手, 而后去给魏英倒水。 起料蓝望鸡收回手的那一刻, 魏英又开始痒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以后他离不得蓝望鸡了吗? 蓝战, 你快点回来, 我又开始痒了。 蓝望鸡闻言不由地心中呐喊, 魏英身上的养症, 似乎有些奇怪。 魏英, 你身上可有其他不适, 要不要找医师来, 看一看。 蓝望鸡说话间已经回到床边坐了下来, 如刚才一般, 他的手再次俯上了魏英的背, 依, 下又一下轻挠着。 不用不用, 我就是昨天吃错了东西, 有些过, 敏, 已经找温情看过了, 开什么玩笑, 可眼下这般情景若是蓝望鸡得知真相, 会不会, 认为魏英有什么怪癖, 不不不, 绝对不能告诉他。 温情可有开药, 你出来潜服药了吗? 温情医术了得, 蓝望鸡自然信得过, 只是魏英一向是个迷糊的, 即便开了药怕也不, 记得服用。 吃过了, 蓝战, 我现在没事了, 要不咱们还, 是去逛逛吧。 魏英觉得不能再继续了, 否则以蓝望鸡的机敏, 早晚察觉出一场, 原本趴在床上的魏英转了个身, 而后亲眼看到, 蓝望鸡将手收了回去, 果然, 又开始痒了, 好在不是那么难以忍受, 但愿他能坚持地久一, 歇吧。 从客栈出来, 蓝望鸡与魏英二人沉默地走在街, 道上, 蓝望鸡是因为刚才的场景仍旧心缘一马, 而魏英则在思考, 该怎样才能和蓝望鸡更加亲密的接触, 对了, 他们可以在外面留宿啊, 只要不回去, 魏英可以想办法和蓝望鸡同住衣, 肩防, 同他而免总免不了身体接触, 而且还不会觉得怪异, 笔法甚好现好, 有了对策, 魏英立马开心了起来, 蓝战, 我们晚上去游湖吧, 到了晚上, 湖面上, 布置彩灯会全部点亮, 漂亮极了, 晚上游湖, 定会错过回山的时辰, 以蓝望鸡的性子一定不会违反家规, 他二人自, 然是住在彩衣镇了, 总归拖过一日是一日, 没准明天温情就能传, 来好消息呢, 对魏英而言, 先顾好当下才是正理, 现在的他是绝对离不了蓝望鸡的, 游湖虽好, 可是蓝望鸡本想提醒魏英, 如若游湖今晚恐怕不能, 回山了, 话到嘴边, 他犹豫了, 一来不想扫了魏英的兴致, 二来好不容易有鸡, 会陪在魏英身边, 蓝望鸡格外珍惜, 于是他改口道, 我们先去吃些东西, 然后找家, 客栈安顿下来, 晚上就能放心游湖了, 不愧是蓝望鸡呀, 果然思虑周全, 早知道刚才退什么房呀, 平白折腾一场, 好啊蓝湛, 你真是太贤惠了, 魏英俨然心情大好, 而后顾坐不小心一般猛然, 扑向蓝望鸡, 好像他只是太过激动罢了, 嗯, 借此机会来了个自然而然的拥抱, 魏英身, 上的矮痒又消失了, 机智如他, 真的太聪明了, 上, 上床嘛, 蓝湛, 你再使劲一点, 魏英的臊痒之症似乎更严重了, 怎么连蓝望鸡都不能帮他止痒了呢, 莫非因为蓝望鸡的手没能直接触碰到他, 而是隔了层衣衫吗, 这可如何是好, 他总不能又在蓝望鸡面前宽衣解带吧, 白日里魏英借口后背发痒, 他的手臂不能急, 这才劳烦蓝望鸡, 现在怎么办呢, 揉个肚子罢了, 不至于把衣服脱了吧, 可是身上真的太痒了, 魏英快坚持不住了, 蓝湛, 魏英边开口边用手抓住蓝望鸡, 似乎在示意他停下来, 其实他是想与蓝望鸡亲密无间的碰触, 好试一试到底如何可以止痒, 果然, 当他二人的手相碰触的一刻, 魏英身上, 的扫痒停止了, 看来是不能隔着衣衫的, 他这痒症越来越依赖蓝望鸡了, 魏英, 肚子不疼了吗, 蓝望鸡收回手, 一脸关切地看着魏英, 对, 好多了, 魏英可怜巴巴地看着蓝望鸡的手, 从他手中抽离, 他身上的扫痒又开始了, 线下, 魏英只盼着温情赶紧找出方法, 否则他怎么找借口与蓝望鸡肌肤相亲呢, 鸡, 肌肤相亲嘛, 好像有一种情况能跟蓝望鸡光明正大的肌肤相亲呢, 对, 他可以和蓝望鸡成婚呢, 虽说男子与男子成婚并不多见, 却也不是不行, 蓝望鸡知蓝玉树, 雅正端方, 更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若是魏英语之成婚, 也不算吃亏, 仔细想来, 其实蓝望鸡对他还是颇为纵容的, 嗯, 若是得了蓝望鸡这么一个好夫郎, 也还真是不错呢, 显然, 魏英将自己定义到了夫君的位置上, 就是不知道蓝望鸡能否同意嫁给他呢, 有了这般想法, 魏英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人, 似乎预见到了将来蓝望鸡对他既温柔贤, 又严听计从的模样, 魏英心下面不了一阵窃喜, 原来, 不是只有香香软软的姑娘可以作为一生的伴侣, 若那个人是蓝望鸡的话, 魏英愿意呢? 魏英, 你怎么了? 方才蓝望鸡将魏英丰富多彩的表情看在眼里, 只见他一会儿眉头紧促, 眼神暗淡无光, 又一会儿洗上眉梢, 两眼发亮, 这一杯一喜之间的转换, 实在透露着异常, 再加上刚才蓝望鸡替魏英轻柔小腹时, 分明感受到他隐忍克制却又忍耐不住的身体蠕动, 仿佛全身臊痒一般, 想到魏英白日里的情景, 蓝望鸡实在有些担心, 蓝望鸡, 你真的不要紧吗? 不要紧, 不要紧, 蓝战, 辛苦你一个晚上了, 赶紧休息吧, 成婚一事不过是魏英一闪而过的想法, 蓝望鸡未必答应, 毕竟是自幼相识, 或许蓝望鸡对他的纵容也不过是看在相识多年的情分上罢了, 魏英想了想, 觉得不能将这个想法告知蓝望鸡, 万一被拒绝, 岂不是再没有与他亲近的机会了? 不行不行, 这扫养之正快把魏英折磨疯了, 他绝对不能离开蓝望鸡呀, 蓝战, 我要睡了, 你自便哪, 蓝家人汗石休息, 魏英不担心蓝望鸡如他一般不肯睡觉, 果然, 稍作梳洗后, 蓝望鸡捏手捏脚地上了床, 许是担心吵醒魏英, 他尽量靠近床的外侧, 可是魏英浑身臊痒, 哪里又能睡得着, 他一直等待着蓝望鸡上床, 而后装作不经意肩靠过去, 一个翻身, 魏英将手搭在了蓝望鸡的身体上, 心中默默祈祷着千万不要将他推回去呀, 幸而蓝望鸡再次纵容了他, 这一回魏英才察觉出他的异常之处, 不是不惜与人碰触吗? 为何魏英觉得, 他是蓝望鸡的例外呢? 这样的想法萦绕在魏英的脑海中, 即便没有了养溢, 魏英仍旧睡意全无, 直到半个时辰后, 阵阵养溢息来令魏英无暇胡思乱想, 明明已经和蓝望鸡同塌而眠了, 难道还不够亲密, 又开始痒了, 莫非病症加重了? 魏英因这突如其来的养溢烦躁莫名, 忍不住往蓝望鸡的方向靠了靠, 侧过身子, 魏英微微抬头看向蓝望鸡的侧脸, 当真是天人之姿, 这副样貌只怕女子也自残行贿吧。 魏英心缘异马之鱼, 发现她身上的臊痒似乎轻了一些, 于是她不由自主地与蓝望鸡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近到魏英的嘴唇几乎快要碰到对方的脸颊, 若是亲上一口, 身上那磨人的臊痒就应该消失了吧。 真想世上一世, 万一见笑了呢? 显然, 魏英的身体更加诚实, 没有任何挣扎, 魏英已经再次靠近蓝望鸡, 不料在将要亲到人时, 蓝望鸡竟突然偏过头, 对上了魏英的眼神, 与此同时, 两唇相接。 魏英身上的臊痒瞬间消失了, 喜出望外之鱼, 她又很快意识到眼下的状况。 深情暗恋, 第三集, 整个人猛地后退, 魏英瞬间从床上坐了起来。 蓝, 蓝战, 我不是故意调戏你的。 调戏, 这个词用得太暧昧了。 我是说, 我刚刚是事出有因。 魏英连忙解释, 生怕蓝望鸡对她有了误会。 蓝望鸡文言随之起身, 刚刚她根本没有入睡。 魏英的一切动作, 她感知得异常清晰。 若是白日里她还没有意识到魏英身体有异, 那么现在她已然明了了。 魏英, 你到底怎么了? 此种情境下魏英唯有坦言相告, 否则蓝望机会不会以为她有何怪癖。 连温情也查不出原因嘛, 只有靠近我, 你才能痊愈。 不是痊愈, 只能缓解。 如果你离我远一些, 很快又会复发, 而且越来越难缠了。 一开始, 只要在你身边就能止痒, 再后来需要与你有身体的接触。 可是, 刚才连普通的身体接触也不起作用了。 与蓝望机两唇相接后, 魏英原本指了痒。 谁知道解释原委的功夫, 那痒异又再次袭来。 这么尴尬的情景下, 魏英怎么好意思求助对方? 幸而蓝望机发现了魏英的异常, 主动拉上魏英的手而后道, 这样你会好些吗? 魏英呆呆地看着蓝望机, 而后点了点头, 好, 好一点, 蓝望机文言干脆将魏英揽在怀里, 那这样呢? 哟, 好了一点, 这些法子魏英都是过的, 看蓝望机的态度, 应该是答应帮忙。 魏英厚着脸皮道, 你隔着衣衫帮我揉小腹的时候, 也还是感觉有点痒, 或许需要脱, 脱了衣服。 这话说出来太难为情了, 魏英此刻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蓝望机竟然不吭不响地开始宽衣解带, 最后连礼仪也不剩了。 魏英, 愣着做什么, 难道要我帮你? 魏英张着大大的嘴巴呆呆地看着蓝望机, 反应过来后立马道, 我, 自己来, 自己来就好。 蓝望机看着魏英极慌张又害羞的模样, 方才得知真相后的落寞与委屈一嗓而光。 若他当真是魏英的良药, 魏英会不会永远留在他的身边? 而后他二人一辈子相守, 再也不会分离。 与魏英坦诚相见, 蓝望机难免心缘一马。 肖想了多年的人如今正躺在自己怀中, 偏偏蓝望机只能坐怀不乱。 好在魏英累了一整日, 这会儿已经沉沉地睡去。 蓝望机无所顾忌地看着怀中的人, 心下满足却又略带苦涩。 方才他在魏英面前不过是强装镇定罢了。 当蓝望机得知魏英与他亲密无间, 不过是将他当作了救命的良药石, 心中早已被失落与绝望填满。 他二人自幼相识, 怡灵魏氏和姑苏兰氏又彼此, 交好。 可惜魏英生性活泼, 而蓝望机为人木讷。 许是性格不合吧, 魏英总是与他不对盘, 嫌弃他老气横秋, 是个十足的小骨板。 蓝望机心中委屈又无奈, 看着魏英与其他人玩得不亦乐乎, 蓝望机根本没有办法融入进去。 天知道他有多想守在魏英身边。 夜列途中但凡有因缘词, 蓝望机都会进去拜上一拜。 没准哪一天, 他的愿望就实现了呢。 今日, 当蓝望机得知魏英对他的依赖时, 先是担忧魏英的身体, 后又觉得窃喜。 只要不危及魏英的性命, 蓝望机觉得便是这样一辈子也是不错的呢。 蓝战, 我先去找温情, 一会儿就去静视找你。 昨日, 魏英的症状越发地奇怪了, 甚至需要他与蓝望机坦诚相见般的基础, 才能直养。 魏英要尽快将这个情况告知温情。 不是不能离开我吗? 我陪你一起去。 现在还好, 一路上你我只是并肩而行, 我也没有觉得痒了。 说来也怪, 经过昨晚那么一遭, 魏英居然到现在也没有再痒。 莫非痊愈了,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虽然昨日的情况更严重了些, 可是他与蓝望机昨晚那般相处, 万一真的痊愈呢? 他想单独去找温情, 顺便测试一下若是离开蓝望机会不会安然无恙。 你去找温情, 我远远地跟着你。 若你有需要, 我也可以及时出现。 魏英觉得这样也好, 于是点了点头, 而后先行一步向温情的药乳走去。 温情, 我有没有可能痊愈了? 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温情一直在把脉, 魏英心中忐忑又不敢催促分毫。 好不容易温情收回了手, 他才小心翼翼地发问。 生怕下一刻温情告诉他已然病入高狱, 快要英年早逝了。 奇怪, 你身体没有其他地方不是? 什么意思? 魏英被温情问得发有些发猛? 温情倾咳一声, 而后道, 你不是说和兰二公子坦诚相见了吗? 难道没有其他地方感觉不适, 不应该呀? 温情看兰望机可不像是个不中用的。 有些事即便没有做过, 魏英也不是全然不懂。 那些香艳的画本, 他多多少少也是看过的。 懂了温情的意思, 魏英瞬间炸了毛, 我跟兰湛只单纯地抱着睡了一夜, 你别想歪了。 单纯, 抱着睡了一夜, 这两个完全不搭边的词, 竟被魏英完美地组合在一起。 真是个人才, 那你现在不养了, 按照你描述的情景看, 你对兰二公子恐怕是越来越依赖了。 如果还是不能痊愈, 你俩的亲密就得再彻底一点。 现在嘛, 先回去观察吧。 彻, 彻底? 对, 彻底。 不用我解释地再明白点几了吧。 学医旧人二十载, 温情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奇怪的病例, 若非了解魏英, 真要以为她因心悦蓝忘机故意为之了。 这一刻, 温情觉得自己并不是医者, 反倒更像个媒婆。 温情, 你可是神医啊, 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医者治病, 可从你的脉象看, 根本什么病也没有, 我就是想医也无从下手啊。 这几日温情已经翻遍了各类医术, 根本没有类似的病例。 如果非要将魏英的情况给一种解释的话, 只能说或许她与蓝忘机是天定的姻缘吧。 从魏英表述的种种情况看, 只要她二人再坦诚一些, 估摸着魏英也就该痊愈了。 温情料想, 以她二人的聪慧未必没有猜到, 不过是谁也不敢主动提及罢了。 魏英, 你是又痒了吗? 傍晚时分, 与蓝忘机分离了一整个白天的魏英, 还是来到了静视。 面对蓝忘机的询问, 她沮丧点了点头, 去找过温情了吗? 没有。 温情说过, 若是养症复发, 也不必去寻她了。 该怎么做, 你我心里清楚。 卫英说这话可真是下了极大的勇气。 白天卫英从药炉中出来后, 为了测试是否痊愈, 特地告别了蓝忘机, 没有跟随她回到静视。 一整天安然无恙, 卫英以为她已经彻底痊愈了。 谁想到竟还是复发了呢? 难道真要如温情所言, 需要与蓝忘机再坦诚一些吗? 卫英, 身上还痒吗? 像昨夜那样, 两人坦诚相见, 蓝忘机将卫英搂在怀中。 痒的, 卫英休难地点了点头, 果然如他们所料, 如昨日那般亲密已经不见下了呢。 那, 可以吗? 蓝忘机心怀忐忑地问出口。 虽说有些事应该等到名正言顺之后, 但事急从全, 帮卫英尽快指养才是正理。 我, 那, 万一即便那样, 也不能指养呢? 那就再想法子。 卫英, 我一定想办法医好你。 卫英文言不顾身上的臊痒, 突然坐起了身, 那你的牺牲岂不是太大了? 我怎么能白白占了你的便宜去? 卫英占蓝忘机的便宜吗? 究竟是谁占谁的便宜? 蓝忘机会很快让卫英有清晰的认知。 眼下他得趁机争取个名分才行。 卫英, 此事过后你不打算与我成婚。 蓝忘机不带卫英回答, 继续道, 若是你我二人注定余生相守, 又何谈谁占了谁的便宜? 蓝忘机今日说的话实在太多了, 多到令卫英招架不住。 自, 自然是要成婚的。 既是如此, 我们开始吧。 开始, 这就开始了。 可是, 卫英还没准备好啊。 蓝, 卫英没机会将蓝忘机的名字叫出口, 便被以吻风唇。 这一夜可真是红霄暖, 被翻红浪。 也是这一夜, 卫英对他二人之间的定位 有了清醒的认知。 他哪里有占蓝忘机的便宜? 分明是他被蓝忘机吃干抹净了呀。 幸而那夜过后, 卫英的养症消失得无影无踪。 至于那养症从何而来, 卫英一直无从知晓。 直到三年后, 蓝湛, 你又带着我偷偷跑出来? 叔父会不会罚我们呀? 与蓝忘机成婚三年, 卫英还是不能适应那三千家规。 蓝忘机干脆带着卫英四处夜裂, 一来行侠仗义, 造福百姓, 二来也是希望卫英能够自在一些。 无妨, 有我在。 这几年, 卫英被罚超的家规, 无意不是出自蓝忘机之手。 蓝湛, 听说附近的天女词有斜碎出没, 我们去那里好不好? 好, 都听你的。 都听卫英的吗? 那怎么晚上他喊停的时候, 蓝忘机从来没听过呢? 晚上的卫英断然没有翻身的可能, 所以白天他定要将蓝忘机欺负个够本不可。 跳上蓝忘机的背, 卫英下令道, 蓝湛, 我累了, 你背我, 好, 卫英看着蓝忘机的背影, 心下一暖。 成婚三年, 除了床上的那些事, 蓝忘机从未拒绝过他。 仔细想想, 若不是当初卫英的病症连累了他, 或许蓝忘机会娶个香香软软的姑娘吧。 怎会像如今这般, 因为卫英的缘故此生与子嗣无缘了? 蓝湛, 你真好, 日后你想天天之事, 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了吧。 卫英居然鬼使神差地映下了天天之事。 蓝忘机文言大喜, 刚要答话便被一处一想吸引了去。 卫英, 戒备。 同样感知到了异常, 卫英从蓝忘机的背上跳下来, 做出了防备的姿态, 随时准备应敌。 恩公手下留情, 我没有恶意, 只见一只小狐狸从林中跑了出来, 瞬间化身为人形, 而后与他二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你是? 小狐狸对着蓝忘机喊恩公, 可是蓝忘机对他却没有丝毫印象。 恩公救人无数, 不记得我也实属平常。 今日看一道恩公得偿所愿, 报得美人归。 小狐狸, 我也算报答恩公的救命之恩了。 报得美人归, 报答恩公的救命之恩, 这是什么意思? 卫英与蓝忘机二人听得云里雾里, 一脸迷茫。 小狐狸见词解释道, 我听到恩公在因缘辞许愿, 得知恩公对心爱之人求而不得, 故而替恩公下了术法。 如今恩公得偿所愿就好, 这小狐狸化身人形不过短短数载, 直来直去不懂得避讳。 他哪里想到今日的一番话, 令卫英多年来的疑惑有了答案。 卫英元以为因自己之故, 连累蓝忘机不得不与他捆绑到一处。 没想到他就是蓝忘机惦念多年的肥肉, 早就恨不得拆吞入腹了。 蓝忘机, 你还想天天, 你的脸呢? 卫英, 你答应了的。 我反悔了, 今天我要跟你分房睡。 不行, 天天就是天天。